今天我们看到 真言书第24章 它讲了很多的东西 有一些东西 有一些的教导是之前也有提过的 但是今天 我盼望我能够把焦点 放在基督这一方面 那我就 放了一个 比较平民的主题 不要酸溜溜 那弟兄姐妹什么是酸溜溜呢 那 当然我们知道酸溜溜 就是指到红眼 就是一般人讲到 妒忌的时候 我们就讲 你不要红眼 不要看到别人有这个有那个 然后你就红眼 或者我们说你不要吃醋 或者很多时候我们有说 你不要吃不到葡萄酥 葡萄酸 是的弟兄姐妹 我们看一下弟姐 他怎么说 他说你不要 嫉妒恶人 也不要起义 与他们相处 不要嫉妒恶人 也不要起义 与他们相处 这里很直接的 上帝的话就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不要 嫉妒恶人 上帝形容 不要去嫉妒这些人 这些人是恶人 他说也不要起义 跟他们相处 所以我们看到 神给我们看到 我们不要去嫉妒这些人 而且不要跟他们相处 然后十九节说 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 也不要 嫉妒恶人 单单 这章就讲了两次 不要嫉妒恶人 那弟兄姐妹 到底什么是嫉妒 嫉妒是一种 内心的感受 那么开始的时候 你怎么样 知道你有嫉妒呢 那你可能 看到一些事情的时候 看到一些人 或者看到一些事物的时候 那你会开始有点失望 而这些失望呢 会给你带来产生压力 可能会说 怎么我没有这个的 怎么他有 我没有 给你感到压力 可能你看到你的同僚 哇 买了新车 然后你还是 驾一辆老爷车 哇 你就感觉压力 当别人问你 最近骑了薪水啊 要不要换车啊 然后你就开始 感觉压力了 然后就开始 可能就有一种的失望 哎呀 怎么我会这样 这样擦劲的 然后慢慢慢慢 慢慢这种呢 在逐渐的走进中期 就开始 回自我感到很羞愧 就开始说 哎呀 为什么我这么糟 那别人也是这样抓 我也是这样抓 为什么他可以 我不行呢 就觉得自己好像很受虚辱 觉得受委屈 然后觉得很挫折感 可以一直的责怪自己 然后这种责怪自己呢 就开始的产生 一种消极的挫折 很挫折 很失败 觉得自己很没有用 然后后期的时候呢 就有什么呢 对别人很不服 也很不满 就开始的 另外一个极端 本来是觉得 觉得好像很挫折 然后另外一边就开始的 跑另外一个极端 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 就开始 不跟那个人合作 故意的吊揽那个人 那为什么 因为我们里面有一种 不服不满 然后开始产生一种 嫌恨 一种憎恨 甚至基督徒 有时候呢 会怎么样 会讨厌神 或者是很生气神 这牧师怎么你会讲 难道我们会生气神吗 我们哪有这么大难事的 弟兄姐妹 很多时候 有好多的基督徒 都对神不满 都很生气神 神为什么他 没有这么爱你 你这么祝福他 我这么爱你 我摆上一切 然后我 我什么都没有 我这么一当一点点 那有时候 我们就用行为 把它发泄出来 弟兄姐妹 基本上呢 基督乃是 我们觉得自己 不如别人 而这种不如别人呢 这种感受 它是我们内心 一种感受 它就形成了 一种的情绪 我们一种情绪 什么是情绪 好像生气啊 伤心啊 那么基督也是一种情绪 使得我们感觉 很挫折 很失望 然后另外一边跑到 就很生气那个人 然后呢 就发泄 有时候有些人 可能他感到压力 回家的时候 就把脾气放在孩子身上 妻子身上等等 所以弟兄姐妹 让我们可以稍微了解一下 什么是基督 那么当我们讲到 真言书的时候 基督跟智慧 又有什么关系的 因为我们知道呢 真言书是一本 讲到智慧的书本 那么基督是智慧吗 那我们来看一下 到底圣经怎么说 雅各书三章十四到十五 我们一起来读 这里说 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 得嫉妒和纷争 那弟兄姐妹 你有没有看到 嫉妒 如果你不处理好 慢慢他会变成苦毒 无缘无故的去恨一个人 无缘无故的跟自己 过一步去 然后这里说 就不可自夸 也不可说谎话 抵挡 真道 那而圣经形容 这样的智慧 那你再说 基督是智慧吗 但是圣经你这里讲说 是的 因为有一些人 基督的时候 他就里面产生一股的力量 让他去继续的往前走 要胜过那个人 比方你看到 你的同事比你好 比你聪明 然后你就是怎么样 怎么样都好 你都想要 赌一个鞋位 比他厉害一点 但是呢 你又不比他厉害 你就产生一种的 妒忌 一种苦毒 想尽办法 把它贬低 想尽办法 把它压低 然后胜过它 所以 可能对你来讲 你有一些的 聪明跟智慧 要懂得怎么样 去做这些东西 但是圣经说 这不是从上头来的 乃是属地的 那么弟兄姐妹 为什么我这样讲 你看 撒旦魔鬼是谁 是 卢西伏 而卢西伏 是一个非常聪明 更有智慧的天使长 只是后来他基督的上帝 为什么只有人可以敬拜神 为什么人不敬拜我 结果他 突击上帝 然后后来呢 因为他这种罪行 行为 就被打下来了 所以每次我们说 魔鬼就是什么呢 堕落的天使 这是意思 因为魔鬼本来就是天使 只不过他是堕落的 fallen angel 所以这种智慧 是属地的 是属情义的 那我们要发泄 要发挥 属情义的 然后属魔鬼的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New Living Translation 英文的说 For jealousy and selfishness are not God's kind of wisdom 他就说呢 基督啊 还有呢 知识啊 都不是从神来的智慧 所以我们看到 基督在圣经里面呢 是一种很负面 很消极的智 他是属于智慧吗 圣经说 他是属于智慧 但是他是消极 很负面的 很灰暗的 不是从神来的智慧 神的智慧不是这样 神的智慧 不会是一溃坏人的 神的智慧 不是跟人家比较的 所以这个基督 是属地 属情义 属魔鬼的 好 所以我们就看到 这个基督呢 跟智慧的一个关系 那接下来呢 那么圣经 怎么样讲 有关于基督呢 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在 加拉太书五章二十六节 自己说 不要贪图虚名 彼此惹气 互相嫉妒 那你看 很多时候 嫉妒不是一方面的 是两方面 你 你 我 我 你 你 吃我的粗 我吃你的粗 那 怎么样呢 不要贪图虚名 彼此惹气 那 原来原来 嫉妒的问题是什么 彼此 嫉妒 或者是 毒气的意思 是因为贪图虚名 很多时候人是为了名利呢 就彼此的来攻击 彼此来嫉妒 你有什么了不起 我有什么了不起 等等 那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四到五节 就是爱的真谛嘛 他就说 爱是很久忍耐 又有恩慈 爱是不基督 换句话说 有爱就不会基督 你有基督人 你的爱就不得完全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 基督呢 我们再讲一次 基督是指 羡慕别人有 而自己没有 别人有 自己没有 那你就会基督了 所以这种 在圣经里面讲解的 这种基督是一种过犯 不是基督徒 应该有的特征 基督徒不应该有这种的习惯 或者是这种的行为 妒忌别人 为什么呢 因为 基督呢 乃是受自己的欲望所控制 就想要赢别人 就想要把人贬低 这种去满足自己欲望的 也就是说 我们把焦点 就是关注自己 关注自己的 自己的欲望 自己想要做些什么 多过于关注神 为什么 当我们把焦点 关注在自己身上的时候 我们就减少了关注神 因为我们不能够一个人 侍奉两个主 爱的是神 还是你自己 所以 你关注自己多 自然而然 关注神就少了 所以 我们的心灵呢 当我们关注自己的时候 我们想的东西 就是我 这句话 我是很熟悉的 是从哪里来 魔鬼 魔鬼 我要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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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弟兄姐妹 当你讲越多我之后 你是不是 越来越像魔鬼 那 因为 爱主的基督徒 他不会把焦点 放在自己的身上 他不会单顾自己的事 他哪要顾别的事情 那 当我们 把焦点 放在自己的身上的时候 我们 圣灵就没有办法工作 那 我们的心灵 就对真理 就刚硬起来 我们就开始 责怪神 很生气神 上帝 为什么你这样对我 为什么你 这样的 来 来 招待我 对神很不满 然后 当你对神不满 当然肯定 你就无法转向耶稣 所以再来 怎么样呢 当你无法转向耶稣的时候 当然 你就无法被圣灵掌管 当你无法被圣灵掌管 你肯定 结不出 圣灵的果子来 人爱 喜乐 和平 忍耐 恩慈 两善 心思 温柔 跟节制 对不对 所以弟兄姐妹 说爱 是不嫉妒的 爱 是从神而来 没有爱 你就会嫉妒 所以有嫉妒 就 没有爱 有嫉妒 就没有 圣灵 在你生命里面工作 圣灵 没有办法工作 Holy Spirit can't take any control 所以圣经就教导我们 要以自己所有的 为主的话呢 那么呢 我们就把神撇下了 但是如果我们愿意 以神为我们的自主 我们也要知道 神是永远不撇下我们的 无论我们发生什么事情 神还是爱我们 所以我们不需要去嫉妒 然后我们接下来 我们会多一点讲 所以 那我们就知道 这个是神不喜欢的 这样一个态度 这种一种行为 嫉妒 jealous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去 抵制他 抵挡他呢 好 我们有五方面 今天早晨 如果可以的话 你把它记录下来 第一方面是什么呢 第一 怎么样把这个 嫉妒甩掉呢 那 那这里我们就不太多讲了 我们只是讲一下 这个嫉妒呢 基本上有两个极端 刚才有讲的 第一就是看到自己不如别人呢 另外一方面就觉得 感到比别人高一点 所以我们看到 那 真言书十四章之前我们有讲了 他说呢 嫉妒是古中的朽烂 弟兄姐妹 你有没有看到严重性啊 当你jealous的时候 你讨厌苦毒 嫉妒一个人的时候 你的骨头就会朽烂了 在难怪有一些人 有风湿病啊 有各方面的问题的时候 当你愿意去原谅人 接纳人 去爱人的时候 自然而然很多的人 看到他有这种病就好了 所以他说嫉妒 它影响我们的心灵 会影响我们的心思意念 所以基督是基督族成长的一个致命上来 所以弟兄姐妹 你要不要把它甩掉 你要不要把它撇掉 你要不要把它挪掉呢 要的 你就在脸书上给一个赞 说我要 我要把它撇掉 那怎么撇掉 好 我们很快 我们一起来看 第一 我们拥有的一切都是上帝赐给的 弟兄姐妹 首先我们要有一个观念 我们要知道我们有的一切 你有的我有的一切都是从神来的 可能我有的你没有 可能你有的我没有 但是无论你有还是没有 我们手手上的一切都是神给的 那 Jane Spock 若格苏说第一章十七节说 各样美善的恩赐 或者是恩朔和各样完美的赏赐 都是从上头来的 各样属天的恩赐都是从上头来的 弟兄姐妹 你看到那个姐妹很会唱歌 你不会唱歌 你要为她感谢神 因为这个是神给她的 你可以做一些的东西 你感谢神 可能别人不可以做 你也没有什么特别可以去教 因为呢 大家都是一样 神只是看到 可能这个恩赐给你 你没有办法去批准 但是神给的 但是一些恩赐给你的 神知道你可以批准 神没有给另外一个人 所以我们没有什么可以骄傲的 我们也没有一样 是我们专属的 而路加福音十二章四十八节说 多给谁就要向谁多起 如果神给你特别的恩赐 其实神在你的身上有 more expectation 你很会唱歌吗 神也希望你能够在唱歌上 多一点为他服侍 所以当你有机会来服侍神 在唱歌就不要诸多推迟 那如果你会电脑的话 有一个机会能够来服侍神 你就不要推迟 不要说我不会 我不会 好你讲不会 神把这个恩赐拿走了 所以弟兄姐妹 神给谁多 就要跟谁打多 另外呢 就是我们要很清楚 知道一个关键 我们就是好管家 那弟兄姐妹 恩赐不属于我们 恩赐是神给的 所以神要我们负责 去管理他给我们的恩赐 那无论神给的恩赐有多少 有的是一千两 有两千两 五千两 那但是我们都要 带着感恩跟满足的心态 那上帝给我们一千两 就是上帝觉得 我们可以handle一千两 我们也要为这些事情 感恩也感到满足 可能有的人 他连一千两都没有 对不对 他可能两百两 五百两 但是你有一千两 你要感恩赐 你也不要去跟别人比较 说为什么那个人有两千两 我只有五千两 那个人有五千两 我只是一千两 那弟兄姐妹 我们要相信 既然上帝把 某个数量的恩赐给我们 乃至因为神看重我们 那要记得 我们在小事章中心 那你就将来你就能够在大事上中心 所以如果神觉得 这一次先给你一千两 你就患然接受吧 对 不要去跟别人比较 可能那个人已经花好长的时间 多追求了 所以神给他多一点 但是你也是可以 你不需要跟别人 去妒忌别人 好 那 但是呢 也不代表呢 我们比别人 有什么了不起 可能我们比别人多也不代表 我们比别人了不起 这很重要 第一 就是我们要知道 这一切都是神给的 所以没有任何的理由 来妒忌彼此 那第二呢 是我们要永远了解一件事情 我们是永远无法跟别人比较的 那有一句话说 一山比一山高 对不对 一山比一山高 OK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知道呢 上帝 怎么样讲呢 就是世界上虽然有六十几亿的人 有那么多的人 那么 没有一个人的手指音是一样的 对不对 如果是一样的话 我就别人不用偷IC了 对不对 就是拿你 就是我的手指跟你一样的 我自己去tumbring 就拿掉你的产业 所以你看到很奇 我们的神真的是太妙了 六十几亿人 不是两千人三千 六十几亿人 手指音都可以做得那么的细 那可见要传达一个信息是什么 上帝要给我们知道 我们是独一无二的 六十几亿里面 只能够找到一个Betrick 六十几亿里面 只能够找到的一个黄姐妹 六十几亿里面 没有另外一个黄姐妹 没有另外一个臣弟兄 只有那一个臣弟兄 这个臣弟兄跟那个臣弟兄 是不一样的臣弟兄 那弟兄姐妹 我们必须要了解这一点 所以四篇139篇第十四节说 我受造奇妙可畏 神受造我们是奇妙可畏的 所以我们必须接受这事实 那只要我们还在世界上活着 弟兄姐妹 我们虽然不完全 但是不代表我们就不做什么 我们还是要继续追求 因为神要我们作业 我们要不断的作业 不断的追求完全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要承认我们不够完全 但是虽然不完美 那弟兄姐妹不要觉得你不够好 不完美 然后你觉得很伤心 或者去妒忌人 但是你要知道一样东西 虽然你不完美不完全 但是你是独特 You are unique 你要想到六十几亿里面 只有一个人 找不到第二个人 那我们需要认清楚 我们在神里面的价值 value 如果你没有价值 但是主耶稣基督不用为你死 对不对 但是耶稣要为你死 一个在天上的上帝 炮上天上的主要来到世界上 为你死 可见 他用他的宝血来救你 可见你是多么宝贵 弟兄姐妹 所以既然我们很有价值 我们就要用尽一切神给我们的 怎么样 去侍奉他 让我们的一生来侍奉神而得到满足 我为了侍奉神我得到满足 因为我知道 我跟别人是不一样的 第三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 第三是我们要花时间思考上帝的良善 弟兄姐妹 太多人花时间想到不善不识的东西 想很消极的东西 那这里说什么 七十三篇的第一节四篇说 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新的人 这段经文在中文比较难理解一点 因为他只是这样带过 但是英文的easy to read version 他说 God is so good God is so good God is good all the time 神真美好 这里意思是他要说的 神实在美好啊 哇 真真好 拜一拜礼拜三 拜一拜一拜 真真好 我的心真真好 神真的是好 对哪些人好呢 对那些存心 就是 whose hearts are pure 那些清新的人 弟兄姐妹 你要神对你好吗 你要清新 所以马太福音说 清新的人 必忍见神 这是意思 那 假设 假设我们要花时间去思考 多一点思考神 没有任何害处的 反而益处多多 你会发现 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神供应的 弟兄姐妹 当你好好思考 有一首歌 这个圣诗说 我们属一属神的恩典 有没有 当你属一属神的恩典 你就会发现 哇 原来神祝福我 吃在太多了 哇 神听我的祷告 一样又一样的 你就会开始看到 神其实他的恩典 多么的浓厚 临到你的身上 弟兄姐妹 我们常常只是看 没有的东西 我们就买 但是有多少个人 你会好好坐下来 去看神给你的东西 有那么多的感恩呢 所以弟兄姐妹 感恩重不重要 思想神的恩典 重不重要 很重要 当你思想神的恩典 你会发现 你所侍奉的神 是多么的美好 阿们 哈利路亚 我渴望 我可以听到 你的声音 阿们一起 真的我们神 真美好 God is good 接下来最后两点 第四点呢 我们要刻意的 以我们所基督的人 示好 哇 牧师这很难 不容易 我很讨厌他 因为对他好 那圣经怎么讲 罗马书十二章九节说 物要 嫌恶 这是说 你不要 你要去怎么样 物要 一定要 去讨厌 那 山要 清静 这是 不好的东西 你要去讨厌 好的东西 你要去靠近 那 马来福音五章 四十三到四十五节说 要爱你的灵死 和你的仇敌 但是我告诉你们 要爱你们的丑敌 为纳 毕博你们的祷告 这样你们就可以做天赋的儿女了 弟兄姐妹 我真的承认 这是不容易的 不是牧师不知道 牧师也是人来的 牧师知道 要去 跟这些 跟你不好的人 要去跟他一起的 怎么样 这是对他好 真的不容易 所以呢 这里才说 我们要很刻意的 怎么样 很刻意的 跟你所 基督的人 思考 所以这里讲 神阿基尔 很刻意的 所以弟兄姐妹 你试试看 请你所讨厌的 你度计的吃饭 然后给他们 发个鼓励的短讯啊 打一些电话啊 或者为他们祷告等等 你会发现很奇妙的 因为什么 因为这是神的话 神说你要去爱你的灵死 和你的仇敌的 你要去爱他 为他祷告 为他祝福 帮助他 鼓励他 你会发现 很奇妙的 到最后 你们两个变成好朋友 也不但不彼此嫉妒 反而变成good friend 这个是神的心意 神要我们和好 跟人和好 所以当你去做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你对那个人的负面感受 好像开始渐渐的消失的 弟兄姐妹 你越讨厌的人 你越要对他好 越为他祷告 首先当然为他祷告 然后采取一些行动啊 关心他 当然开始真的很不容易 但是你慢慢突破的时候 你发现其实不是那么的难的 最后一点 就是我们要寻求灵里的成长 我们要寻求灵里的成长 那这里就是告诉我们说 我们向神求好多好多的东西 那么为什么我们何不适得向神求 求神给我们更多的智慧来认识他呢 那弟兄姐妹你求很多嘛 你说上帝啊 不要让那个人讨厌我 不要让那个人妒忌我 那倒不如你求说 上帝啊给我智慧 让我可以怎么样呢 让我可以更加的 有智慧来处理这些事情 去爱这个人 所以 只要我们在上帝那边 寻求神得到满足的时候 我们就不会去追求 那短暂怎么样的满足 就是这些 就是怎么样讲 就是说你不会去生气这些人 然后那种短暂的感到那种满足 我要比那个人厉害 我要比那个人多 不是这些 这些不能够给你 当然永久的满足 这是短暂而已的 弟兄姐妹 我要求的是永恒的 当然神祝福我们在物质上是好的 不是不好 但是呢 这些只是短暂的 我们要的就是怎么样 要永久的 要长久的 所以 弟兄姐妹 毕竟没有任何的东西 能与神 跟我们一起 赐福与我们来相比 弟兄姐妹 我们得到神 其实就得到一切 那我们也不需要跟别人比较 也不需要去妒忌别人 因为只要我们有神 我们就有一切 只要我们有神 我就满足了 所以弟兄姐妹 这个就是我的心中的一种的祷告 一种的需求 我盼望 神能够在这边来做工 来在你的身上呢 有更多的 启们的工作 那好不好 这时候 我们安静 我们自己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做工资 我们一起来做工资 我们一起来做工资